我們現在已經進入高中 那高中跟國中不一樣 高中平時的時候就要看 考試也不一定是考課本的 那高中的東西 它變成是 比較系統化 比較要理解 那不只是看意思而已 好 那有空你就背單字 好 這一個我們就連標題一起講 這個叫N1N2N3 互合名詞有沒有講過 Z的就是青春豆 這個豆 Freshman 你想新鮮人有哪些是新鮮人 一個是高一 對不對 另外一個是什麼 大一 所以現在是高一還是大一 高一 高一青春期嘛 青春豆的女孩 就這樣 來 那這個 這個叫閱讀 Reading Strategy 這個叫策略 這個叫策略 會不會念 Strategy 蛤 你會不會念 我一起來看看 你念念看 Strategy Strategy 會不會念你會不會念 就是說你平常的時候 我比較沒有帶你念嘛 那我假定你應該還好嘛 好 閱讀的策略 那我們現在呢 就直接 直接看課文 OK 我們就不講多了 直接看課文 那這個 課文是最基礎的喔 好來 這個課文喔 它總共 有七段 OK 然後它有單字跟片語 OK 好 好 就這樣 那你可以把 你這個 PowerPoint的 你在電腦看也可以 因為你以後會有課本 那課本 就比這個簡單多了 嗯 好 這邊 都還不是課文喔 嗯 好 課文開始囉 好 那這邊呢 是 呃 看下面 它有沒有給你翻譯 對不對 有啊 好 那這個翻譯 好還是不好 呃 不好 不一定好 好 因為你看 你會很依賴翻譯嘛 對不對 但是 我覺得是先看英文 先不要看中文 你看你看得懂 然後順便去單字文網 再看翻譯 你這樣會比較 而不是直接看翻譯 好 I still still still就是仍然 對不對 是不是副詞 對 副詞 still remember Remember是記得 記得還是記憶 還是記住 記得 記得就是記住嘛 好 The night before my first day of high school A of B是VB的A 就直接講 嗯 高中的第一天 OK 前一天晚上 The night before 是不是前一天晚上 是 OK 所以我仍然記得前一天晚上 好 這個用什麼時在 有沒有跟你講過現在是過限位 噢 現在 我現在已經開始在錄影了 現在是 過限位 過去現在未來都有 現在還記不記得 記得 所以是用現在是 OK 嗯 然後 前一天晚上 發生了沒有 發生了 噢 所以是用過去是 那時候呢 我想要 想要去 想要去 做想要的時候 是不是還沒發生 對 想要去看起來完美 Perfect 這個是叫perfect 會不會念 Perfect 對 完美 我就直接講完美 我想要 這是形容詞 連綴動詞是不是叫做形容詞 對 好第一天是不是算日 用on 嗯哼 OK 好你就這樣看過去 第一天我想要看起來很完美 給人家表現看起來很完美 so so是連接詞還是副詞 連接詞 這裡沒有加兩個句子 這裡沒有加兩個句子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so是副詞 副詞 我幫你改一下 這個叫副詞 OK這個可以改 改好之後 我也可以寄給你 這個so是副詞 但我寄給你是原始 但我 我給你改的 我叫edit 這是副詞 所以呢 after I make sure I was everything was the next day I happy 好 你還記得過過嗎 有 這邊是不是發生了過 跟後面那個when 表示兩個時間點差不多 或緊接在後 你看 你看是 你現在來判斷 它是 實在是針對動詞 跟時間的關係 對不對 好 那你現在看 它到底是兩個時間點差不多 看那個動詞就好了 兩個時間點差不多 還是緊接在後 你要回答我的問題 就是 緊接在後 還是兩個時間點差不多 好 在我 make sure make sure 是不是做確定 OK 這個sure 是不是形容詞 後面那個叫什麼詞句 名詞 是 形容詞加名詞 我確定什麼事情 everything was ready 每樣東西準備好 for the next day for 是不是為了 對什麼而言給 OK 為了第二天 第二天要不要加勒 一定要加勒 一定要加勒 next day 沒有next day next day是tomorrow 所以是第二天 這個叫第二天 所以你這個 你在記的時候 你要順便連戒息詞一起記 OK 那課文一定要精讀 所以 在我確定說 每樣東西準備好 是不是兩個時間點差不多 嗯 是不是兩個時間點差不多 確定跟準備好 是不是兩個時間點差不多 嗯哼 然後我快樂的 去睡覺 好這個第二個 第二個 when 是不是緊接在後 嗯 所以第一個 made 跟那個 ready 兩個時間點怎麼樣 動詞的時間點怎麼樣 差不多還是緊接在後 緊接在後 我說 made跟 ready 我確定每樣東西都準備好 每樣東西都準備好的時間 跟我確定的時間 你認為是緊接在後 也可以 還是還是差不多時間 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過去式 好 那after 這邊是不是緊接在後 那個做了確定之後 我就快樂的去睡覺 OK 嗯 好啊現在happy是不是貼休 嗯 有沒有跟你講過貼休 直接把它貼上去 敢不敢貼 直接把它貼上去 OK 嗯哼 所以第一段它根本沒有 第一段就是 make sure let 是不是沒有太大的文化 對不對 好那你順便注意一下 下面是中午發言 我仍然記得 steer是不是貼休 對 我仍然記得 這一天晚上 在我的高中的第一天 然後我想要看起來很完美 看起來很完美 在哪一天看起來很完美 戒篇糊 在第一天用on 所以呢 SourceFood 在我確定 make sure 這是一個片影 它有沒有給你畫一條線 有 有沒有跟你講過前過後過 有 那還是過 我們準備好第二天 那我快樂的去睡覺 OK第一段就這樣 是不是很簡單 嗯哼 好來看第二段 來 好這邊有一個 這邊是跟這個 這個是 課文補充資料對不對 課文補充資料我們就不看喔 嗯哼 這邊有一些單字對不對 這邊是不是有單字 嗯 嗯哼 我們先不要看單字好了 好 繼續看 咦怎麼變這樣 現在前面講了一大堆對不對 那我們都不要 OK 嗯哼 像第二段 我先把課文講完 先講一半 你看看這邊有沒有可以按的 有沒有看到 有 你聽得到聲音嗎 我先確定一下 你聽得到聲音嗎 對阿 對阿 聽得到嗎 有聽得到 蛤 大聲一小聲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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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 聽的時候要蓋起來 看能不能把剛才字 浮在你腦筋的螢幕裡面 這樣了解嗎 了解 好 我給你講課文的 我今天講課文 這個 這個太 課文的東西一定不夠 你跟國中部一樣 準備課文 跟準備 那個學測 可以說是課文 絕對不夠的 OK 我現在只是快速的跟你講 所以我也不會講 我也不會在課文上面拖很久 我就直接把它講完 直接做題目 OK 那你 還有你要投入的英文時間 要相對的比較多 OK 英文很重要 好 這邊是不是又是兩個過去式 嗯 the next morning 是第二天早晨 還是明天早晨 第二天 第二天早晨 有沒有跟你講過 the next 加時間 都用過去式 有 好 當我醒來的時候 我感到很辛苦 ED是不是感到 嗯 是不是感到 是 IMG是令人對不對 對 所以這國中已經交了吧 那我醒來的時候 我感到很興奮 請問是過過是 也是過過是同時 過過請問是兩個時間點 差不多還是緊接在後 緊接在後 好 你醒來才能興奮對不對 嗯 你還沒醒來 你都不知道在做什麼嘛 對不對 所以是緊接在後 但我醒來的時候 Wake God就是什麼 醒來 我給他弄個紅的好了 我醒來 第二天早晨 the next morning 我把它畫一下 第二天早晨 片語 OK 可以 我用片語用這個好了 第二天早晨對不對 嗯 那我這個還會寫給你 I feel excited 然後and the birthday 是不是又贏左 有沒有講過又贏左 有 過去式對過去式 有沒有看到 有 我覺得很興奮 然後跑到鏡子這邊 MIRROR 這會不會唸 MIRROR MIRROR 你唸唸看 MIRROR MIRROR 鏡子 然後呢 我看到一個反射跟反醒 現在是反射還是反醒 反射 它可以是反射也可以是反醒 都可以 所以reflection它是反射也是反醒 OK 它是反射也是反醒 然後我這邊寫在你的筆這邊 你剛才是不是有看到reflection 對 那我想要教課外的 只是時間比有限這樣子 那如果多餘的時間 我就會教你課外的 那我給你講 教課文是 沒有學校只有考課文 而且考的也不會是一模一樣 OK 所以你一定要跟國中不一樣 就是說 不要只有看課文 這完全不夠 一定要多教一些其他的部分 OK 我也會叫你做其他的部分 reflection是反射跟反醒 OK 我看到我的反射 OK OK 好有沒有跟你講過 右引左 右引左 有 有沒有 你看右是不是 LED的三太一樣 是不是過去式 過去式 過去式 所以是不是緊接再號 對 OK 我看到我的 鏡子 是不是反射 然後呢 來念一次 reflection reflection 我看到我的反射 你的LED 讓它是不是放出來 讓它出去 放出來 OK 讓什麼 是不是 有沒有講過介護詞 名詞 放在介護詞的前後 有沒有 OK 所以等於什麼 let a cry out 是不是一樣的意思 嗯 let out 是不是晃出來 對不對 嗯 OK 叫介護詞 放前後 嗯 叫介護詞 嗯 OK 好 就這樣 那 let out 放出來 讓它出來 對不對 那let out cry 放出一叫 cry 是哭還是叫 哭 叫 在這邊不是哭 是叫喔 喔 那有哭 還沒到哭啦 叫 哭還是哭還是叫 OK 現在是哭還是叫 叫 好 放出一叫 OK 你先不要急著看中文 因為看中文 所以我看到我的反射 反映對不對 是不是它有一個青春痘 Zit對不對 然後就放出來一個叫 喔 這是不是它引號 有沒有看到引號 有沒有看到引號 就是說的話 Oh my god 我天哪 How could this happen 請問 could 是可能性比較小 還是過去式 還是過去式 蛤 could是可能性比較小 還是過去式 過去式 過去式 過去式不一定代表過去 是不是 是不是它覺得這個 好像是不可能 可能性比較小 就是它覺得它是假的 對 結果是真的 所以你寫can也可以 OK 可以 can可能性比較大 could是怎麼會這樣呢 歷史是什麼意思 但有沒有跟你講過 歷史在這時候代替整件事 有 有 所以歷史就是什麼事 痘痘 怎麼會是痘痘 應該是整句話吧 看到反射這件事 OK 所以這個歷史是不是代替整件事 對 怎麼會 怎麼會有這件事發生呢 好 Lewa是不是非人有 嗯 OK 有之前沒有人對不對 有一個巨大的紅痘痘 好 Rine是不是正好 Rine是不是正好 還是右邊還是正好 都可以 這邊是正好 是不是護實修是接變護 嗯 OK tip是尖也是 也是 訣竅 你國中學的是不是訣竅 嗯 好現在高中的東西就變麻煩了 齁 我跟你講齁 就是考你那個tip 齁 齁 你看課本絕對不夠齁 tip有三個意思 OK 齁 現在你要找機會來記齁齁齁齁齁 我問你喔 你不找機會去記 你以後就不會有 理由跟借口來記 嗯 所以你看到單字 你課本絕對不夠 你要順便記課本以外的東西 這樣才能增加你這個窩袍 嗯 所以tip是不是端 對 OK 還有什麼意思 小費 有沒有學過小費 有 它還有一個意思 叫訣竅 現在是高中喔 意思都有三重的ט 喔 好,訣竅 好 訣竅 那你筆記一樣 越來越重要,OK 筆記你要回去 就馬上聽,馬上背單字,OK 我把那個 我把那個什麼檔都給你的 TIP是端,小會 訣竅 好,這是名詞,OK 好,阿有沒有聽過Fingertip 叫指甲什麼 指甲斷 指甲尖,OK 好 啊,the tip for 是不是訣竅 If the tip for 是哪裡 是什麼 是小會還是訣竅 訣竅 啊,tip you 咧 是什麼,給你小會 這樣會不會,是不是有三個意思 好,阿現在英文都是這樣子 有時候會有好幾個意思 OK 嗯 好,阿筆記,我們有錄影,對不對 錄影的時候會講得很詳細 課文一定會講詳細 還有呢,趁新鮮的時候趕快背 我們 背單字不限於課本 我先跟你講,背單字 你背課本,你之後馬上就會落後 嗯 其他的學生都不是只有背課本 所以要盡量的去閱讀,OK 去讀,然後也會做題目 好,所以這邊有個tip 所以呢,我看到我的反射 然後呢 讓一個叫放出來 就放聲一叫 噢我的天啊 好酷的,這邊酷的可能性 是不是比Kent小 懷疑的成分變大 哪一個比較懷疑 好Kent還是好酷的 哪一個比較懷疑 好酷的 酷的可能 我上次講說過去事 不一定是過去 是可能性比較小 嗯 這件事,歷史是代表整件事 歷史是不是看到環影這件事 反射的影子這件事 對 有一個巨大的紅痘痘 Ry是不是腹石修是街邊戶 在我的端,這邊是不是端 鼻子的端 OK,第二段結束 OK 所以Walk Up是什麼意思 醒來 The Next Morning是什麼意思 第二天 OK 中文我打給你看 所以我們的筆記是有編輯過的 OK 這邊我說過過已經不再講了 是不是警戒在後 醒來才感到很辛苦 又贏左 And the Better Overland 又贏左 文娃馬已經準備好 我看到我的環影是不是又贏左 過去是過去是 累到的是介護詞 對不對 那我怎麼會事情 歷史整件事 有一個巨大的紅痘痘 就正好在我的鼻子的頂端 OK 第二段講完 OK 好 那 你要聽的話 怎麼晃 晃這邊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有 有沒有按這邊 你看看你聽得到嗎 你現在 不要看螢幕 在你腦筋看就好了 我要放了 看你聽得懂嗎 When I woke up the next morning I felt excited And ran to the mirror I saw my reflection And let out a cry Oh my god How could this happen There was a huge red zit Right on the tip of my nose 有聽到嗎 有 清不清楚 清楚 阿你回去之後 你把打開之後 你就直接按這個 阿你剛才 剛才我換給你的時候 你有看嗎 沒有 我講完之後 你就等於看過 你看看你有沒有把剛才字 把它抹出來 這樣你聽得懂嗎 OK 可以 好 現在要講第三段 是不是已經講兩段了 好 這個是不是有講過 ED是不是感到 對 Ring 是不是令人 這個都講過了 OK 好 那這些其他的字 我們就先不教 我們先看第三段的課文 好 I was really upset 這個叫做PP型 感到 三態一樣 知不知道 喔 Upset 是不是 三態 一樣 OK 什麼叫Upset 就是set 上下顛倒的意思 就是非常生氣 所以 Upset OK 我就這樣寫三態一樣 對不對 Upset 是不是就是 讓你的位上下顛倒 這樣就是 非常的非常的不高興 OK 所以Upset 就是什麼 不高興 OK 就是不高興的意思 那它算是不是PP 算 算喔 算是PP 那現在單字又是不是多一個了 Upset Upset 我們還有什麼不高興 Made 也是不高興 很生氣 對不對 還有一個是 Disappointed 有沒有學過 沒有 好現在 我給你講 趕快寄 Upset Made Disappointed 前面 這個是動詞變過來的 它是動詞變過來的 PP型 感到不高興 因為它是PP嘛 Disappointed 是死失望 它也是動詞變過來 叫PP型 所以PP型有哪些 Bold 是不是PP型感到厭煩的 對 好 excited 這邊是不是PP型 excited 這樣會不會 可以 好PP型 intressed 感到什麼 都是感到 OK 點點點 叫什麼 感到 OK 好 那這個可能是 它覆習你國中的東西 OK 好 高中的東西 一定會比國中的東西更完整 嗯 OK 好 對不起喔 好 好 所以你看看喔 這邊 是不是 感到 E-D 好 really是不是復詞 嗯 復詞有沒有跟你講過貼修 貼修 是不是逼住之後一動之前 有沒有看到 嗯 逼動詞之後 我們現在不只是看它的意思 要看它怎麼寫的 OK 分析別人的句子 聽得懂嗎 懂 你今天準備英文不是說 第一個我看翻譯 然後再看它的英文 這樣就結束了 哪是這樣 不是這樣子 OK 你要完全看每個字 它是怎麼寫的 齁 the this look like 有沒有講過 look like 上次講連綴動詞 整個B動詞 有沒有講過 有 那你直接改為什麼 我寫就好了 OK 嗯 直接改為我 這樣可以嗎 可以 這個青春作 看起來像是 work是工作還是作品 work在這邊是工作還是作品 作品 好 這裡不是工作喔 工作是不是不可數 對 好這裡是什麼 作品 你知道work可以當作品 知道嗎 嗯 知還不知 不知的話 真的好 真的知齁 所以 A of B 有沒有 解析詞片語 是不是有沒有給你講過 嗯 A of B 是不是B的A 對 OK 嗯哼 嗯哼 所以呢 這個青春作 看起來像是這個作品 of me me 是不是賤的 好現在開始講me 這個字 是不是它給你畫一痕 對 OK 那你的了解是不是意子 好 它現在都有三個意思 你看看高中就難很多 你的了解me 對不對 好 me 對不對 你的了解是什麼意思 蛤 你的了解是什麼 意思 意思 意思對不對 意思是指什麼 對不對 你知道一部分而已 齁 你講的是動詞吧 對不對 你是不是講的是動詞 對 而且是幾乎動詞 齁 沒錯 但這裡不是意子 齁 OK 嗯 那直接看我筆記 意子 另外一個是形容詞的意思 是賤的 很低賤 OK 嗯 賤的 那個 被割割那個賤齁 現在是什麼 很賤 OK 另外一個意思 好 加一個s 它的意思叫手段 一定要加s OK 手段 這個叫做字的變化 OK 好 這個命是什麼 手段 手段是名詞 永遠是加s OK 嗯 好 那 你知道 高中也會開始考翻譯喔 你知道嗎 知不知道 知道 所以我也會每一刻給你電腦出題 OK 我會給你電腦出題 那你學校也不一定會考課 我講課本是最基本最基本的東西喔 OK 課本 你學校考 有時候學校還考雜誌 雜誌考的比課本甚至更多 OK 所以你要有心理準備 英文 可不是 隨便讀就好 你隨便讀就好 隨便讀就好 你也不一定會寫 我有一大堆的題目會要你去寫 OK 嗯 那這個命呢是意子 這些形容詞是很賤的 那命是手段 一定要加s OK 注意喔 你問名詞是 那你就看它是動詞形容詞 還是名詞 名詞永遠是加s 好 那你現在覺得它是名詞形容詞 還是什麼詞 你先來看一下 這個是什麼作品 這個是不是賤的小外星人 OK 好 這個是怎麼唸 Alien Alien 來講一次 Alien Alien Alien就是外星人 所以命是不是賤的 嗯 賤的 這第一種是少還是小 很健 很低健的小外星人的作品 OK 哦 它的意思是說 這個青春痘是不是冒出來 很多人青春痘是冒出來 你知不知道 嗯 就是說 奇怪 我就長大 突然冒出一個青春痘 我跟你講 臉要保持洗臉 OK 基本上 洗完臉之後 不要油油的 基本上 應該不會有青 比較不會有青春痘 但是不是保證會有 那有時候你那個 賭注的話 就是什麼油脂什麼的 就清楚 就是看人了 但是 青春痘它自己也會不見 也有藥 也有藥 可是 因為女生都愛漂亮 不要說女生 男生也愛漂亮 對不對 誰希望自己長青春痘 對不對 嗯 所以我真的呢 ED 這個是PP 我真的很不高興 非常的不高興 所以UPS也是非常高興 這青春痘看起來 就像是 工作還是作品 作品 這個命是賤的 是不是賤的 嗯 所以這個是賤的 這是形容詞對不對 嗯 賤的小外星人的 作品 OK 請問代名詞 是不是代替先行詞 對 有沒有跟你講過代名詞 代替先行詞 有 我都已經跟你講了 所以你以後看閱讀測驗 以後也會叫你寫野土測驗 喔 那我告訴你會 你哥哥那的四本書 就是你要準備的四本書 OK 我覺得你再去買一本比較好 不要跟哥哥一起用啦 好不好 喔 因為你跟哥哥一起用 萬一有一天你哥哥也要用的話 怎麼辦 要查資料對不對 嗯 最好是再買一下喔 齁 這個類是代表 來 前面有什麼是互數 類是代替誰 誰會來地球 呃 A戀是外星人 呃 前面有什麼是互數 蛤 代名詞啊代替先行詞啊 前面有什麼是互數 類 A戀 會不會唸 A戀 喔 A戀 就是外星人嗎 是不是代名詞 代替先行詞 OK 這個理論是不是都以前講過很多次了 對 今天很多的代名 今天以後你看 預讀車延會 會有好多的代名詞 你就要注意他代哪一個 OK 有時候代的意思不一樣 結果就不一樣 OK 好這個是我要告訴你 類是不是代名詞 要代替先行詞 好啊 你在想 誰會來地球 是不是只有人 嗯 對不對 所以外星人來到地球 登陸 就在我鼻子上面 and 好現在是不是又贏左 and 是不是又贏左 先看後面是不是and 嗯 OK 我畫第三個 是不是Ruin 加1D ABC 是不是ABC A是不是CAM OK 嗯 A是什麼 CAM 對不對 對 我畫底線好不好 我畫底線 看一下這個底線好像沒有什麼底線可以畫 好 好 A是不是Can B呢 是不是Land 對不對 對 C呢是什麼 Ruin 是不是又贏左 ABC OK 是不是三個都是過去式 對 好外星人來到地球 Land 是不是登陸 登陸 登陸 他們的 明亮的 紅太空船 他們是誰 外星人 就外星人的 Bride 是不是明亮的 嗯 Spaceship 是不是太空船 對 好 登陸的時候是什麼登陸 在哪裡登陸 是不是借片戶 是 正好在我的鼻子上面登陸 And 是不是漢而且然後 是不是然後 嗯哼 現在是先怎麼樣 先來 然後登陸 然後毀壞 Ruin 來念一次Ruin Ruin Ruin是什麼 毀壞 對不對 嗯 毀壞我的什麼東西 這邊怎麼有一個 這邊怎麼有一個東西 然後毀壞我的第一天 高中的第一天 OK 嗯哼 好 所以呢第二段 現在已經講幾段 是不是講到第二段了 對 第三段 我已經講完三段了喔 所以我覺得很不高興 這個青春党看起來呢 就像是 劍的外星人的作品 類是代表什麼 外星人 來念一次Alien Alien 他們看起來 他們來到地球 A是不是過去式 好 B是不是登陸 我練的是什麼 登陸 登陸 登陸他們的太空船 OK 嗯 就在Ruin是正好 正好 正好在鼻子上面 然後毀壞 Ruin是毀壞 OK 嗯 毀壞我高中的第一天 我覺得I'm so embedded 是不是很尷尬 OK 對 I feel so embedded 是不是感到很尷尬 嗯 OK 好 我感到很尷尬 好 OK 嗯 等一下 我把它存在另外一個地方 我現在已經修改過了 我感到很尷尬 ED是不是感到 對 OK 這裡我講完了 所以Upset是不是感到不高興 嗯 好 看起來像是 這個是不是過去式 嗯 像是劍的 那個外星人 他們 外星人來到地球上 然後呢 就登陸 就在我的太空船 登陸在我鼻子上面 然後毀壞我的第一天 好 我們現在聽一次喔 OK 你看完之後 你現在不要看 不要看 你聽聽看看 能不能聽得懂他的意思 I was really upset The zit look like the work of mean little aliens They came to earth Landed their bright red spaceship right on my nose And ruined my first day of high school I felt so embarrassed 好 這樣 有大概聽得懂嗎 有 如果聽不懂 再放第二次 再放第三次也沒關係 OK 好 第四次段 看來 現在已經講詩了 講很快喔 來 I try to 是不是奢華去 好 奢華去藏我的 Ugly是不是醜陋的 知道嗎 知道 好 Pimple 也是青春痘 一樣 Pimple跟Zip都一樣 就是青春痘 OK 好 你不用管那麼多 都一樣 我嘗試去藏我的青春痘 But nothing work 好 這邊呢 是不是過去式在過去式 嗯 但是 沒有一樣東西 是 這是工作還是有效 你要換做工作還是有效 有效 有效 你不要換做工作喔 好 沒有一樣 做很多事物 但沒有一項有效 OK 然後 I want to skip skip 是不是跳過 跳過學校就要什麼課 有一堂課 你要跳過這什麼 跳課 翹 翹 翹不是跳掉的意思嗎 所以skip是什麼 翹 翹 跳過 跳過 skip是什麼意思 跳過 跳過 跳過課就是翹課 OK 嗯 所以我想要幹嘛 跳過學校還是跳過上學 這是學校還是上學 看清楚 上學 上學 對啊 這哪是學校 學校叫RS 有沒有跟你講過 有 這是通識 不是是skip the school 就是skip school go to school還是go to the school 蛤 go to the school 哪有go to the school 我教你的是go to school go to the school是去這所學校 我說上學啦 OK 相反叫什麼 上學的相反叫什麼 跳過學校叫什麼 逃學 OK 這樣了解嗎 可以 所以一個叫什麼 上學 一個叫什麼 逃課 OK 對 相反 OK 沒有佳惹喔 我一樣沒有佳惹喔 通識嘛 上學是不是通識 他說 翹課 逃課 你是習慣講翹課 還是習慣講逃課 翹課 那你就講翹課 你用你喜歡的語言 翹課就是有一堂課 沒有上 是不是逃課而已 逃過一堂課 所以skip是跳過 OK skip是什麼 跳過 我剛才是不是跳過好幾段 沒有 我剛才是不是有跳過一些不相干的 一些講 對不對 對 因為我要節省時間 節省時間 直接做題目 OK 好 跳過 那 這個教完之後 我就會給你一堆題目 OK 好 跳過去一下 好 繼續往下看 但我媽媽不要讓我 不要讓我 一的是代替什麼 給你一個選項 一代替先行詞 二代替後代 三代替整件事 整件事 整件事 一的是代表 代表什麼 就是 他想要把輕盾之後 藏起來 但是一點都沒用 是不是這件事 對 所以一則 是不是代表整件事 OK 我這邊就直接跟你講整件事 這些感覺就像是 The End of War 是不是世界的末日 OK 我都沒有看中文 中文是給你看好 給你後來才看 不是一開始就看 我嘗試去嘗我 Ugly 這會不會唸 Ugly 對 Pimple 青春痘 跟Zit一模一樣 ZIT 但是沒有一樣東西 是work 不是工作 有效 那我想要跳過學校 叫翹課 但是我媽媽 將不會讓我 好 你這邊是不是過過 過過位 是不是過過位 是不是過過位 過過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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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要跳過是過去 可是我媽媽以後 不會讓我這樣做 對不對 那是不是還是過過位 對不對 然後 是不是過去的感覺 現在他是高一還是高二 高一 他說第一天耶 是不是過千個事情了 嗯 剛才不是講第一天嗎 對 現在是回憶 回憶的意思是過去的現在 過去 所以他感覺就像是世界的末日 OK 第四段講完 好 第五段來 直接看第五段來 是不是很 好像也不很難 對不對 好 這個字怎麼唸 副詞 副詞放在前面 表示強調 OK 副詞放在前面 表示什麼 強調 會不會唸 FORTUNATELY 好 他是這樣 FORTUNATELY 是運氣 FORTUNATELY 是好運的 然後這邊有點時代變化 來 來 這個叫做運氣 一個人的運氣怎麼樣 FORTUNE 哦 你唸一次 FORTUNE FORTUNE 好 這是名詞 形容詞的話 就是好運的 FORTUNATE 加起來的話變副詞 OK 好 我們把這名詞 FORTUNE FORTU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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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TUNATELY 好 所以呢 對不起 等一下看一下 所以呢 幸運的The day when well Go 是不是等於連罪動詞 對 好 這個一天 WELL WELL WELL在這邊是副詞 但他在這邊不是修是天 是修是走 這一天走得很好 WELL是不是副詞 對 所以WELL在這邊是副詞 這一天走得很好 他不是連罪動詞 他在這邊不是修是人 是修是走 這一天走得很好 AND 好 是不是 現在呢 又來一個副詞 MIRACLE 是不是奇蹟 對 好現在是奇蹟的形容詞 好 現在開始有詞內變化 來我們現在看奇蹟 有沒有學過 有學過奇蹟嗎 MIRACLE MIRACLE 所以你單字要去開始要增加了 嗯 MIRACLE是奇蹟 好 念一次 MI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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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難的單字 這是奇蹟的 是形容詞 奇蹟的 OK 家裡的話變副詞 所以念MIRACLE MIRACLE 是奇蹟齁 好 念一次MIRACLE MI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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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唸 MIRACLE 奇蹟的 好 MIRACLE 是奇蹟的齁 那我可能一下下就把課文教完了 可是課文教完不等於 你就可以做題目 還 還很多的咧 來 MIRACLE 是不是奇蹟的 一樣表示強調 沒有一個人 say anything 沒有一個人說任何東西 有關於我的 我的那個 那個 青春動 你想齁 大家會注意一個人 一個新學生的青春動嗎 還是他自己比較敏感 你感覺 對啊 不是說每一個人都有青春動 哪有人會注意到你那麼小的東西 對不對 你只看一個人 你也不一定會注意他有沒有青春動 可是他太敏感了 所以很幸運的 第一天進展得很好 然後奇蹟的 MIRACLE 沒有人說任何東西 放在前面表強調 OK 有關於我的青春動 好 but for 但是 for是不是加一段 嗯 好 有沒有跟你講過界隙詞 OK 有沒有跟你講過for加一段 有 好 我現在給你的界隙詞要拿出來用 我以前給你的界隙詞 有沒有 以前的界隙詞 還是會用到 我界隙詞不是已經給你的嗎 好 我們把它叫出來 來 我叫 用你的 肉 肉的那個界隙詞 來 界隙詞 還是會用到 界隙詞用 是不是已經寄給你了 好 現在我們把它抓出來 抓那個for 這是你的 這個一樣要用 我一樣 你現在找for的地方 OK 好 找for的地方 來for 第一個是不是為了 對 OK 讀書為了你的未來 for me 是不是對什麼而言 嗯 這是給你的 this is for you for是不是加一段 對 OK 十英里 一二三四五一段 十小時一段時間 十元一段錢 就是一堆錢 對不對 十次 是不是一堆次 OK 只要一段時間距離錢都可以 好 現在 你就要考慮界隙詞了 for 是不是 加一段 res 是休息還是剩下的 現在是便宜 你是不是換一座休息 嗯 這裡不是休息 這裡是剩下的部分 OK 剩下的部分 它叫做剩下的部分 如果是人 就剩下的人 如果是東西 就剩下的東西 OK 所以現在是已經 現在就是這個字 就不是多 不是休息 剩下的部分 是負數 對不對 如果是時間 是不是單數 嗯 時間 剩下的部分 現在是不是六月 對 所以這一年剩下的部分 就是幾月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OK 好 假定說 你跟我 你們家剩下的人 是不是the rest of your family 那你們家剩下的人 就是你媽媽 你爸爸還有你哥哥 OK 所以這個剩下的部分 人不是人 都沒有關係 OK 所以呢 那這樣為什麼要用負 剩下的部分 年剩下的部分 是不是算一段 對 也是一段啊 剩下的 這一年剩下的部分 譬如說 現在這一年剩下的部分 是不是六月六號 到十二月三十一 嗯 OK 所以注意介細詞 OK 你看好之後 你就順便記單字片 了不了解 了解 看完之後 那你這個課文是最基本的 絕對不夠 我已經跟你講過 一定不夠 百分之百不夠 你看課文 百分之百不夠 所以你這邊 這個課文 所以要很快看完 就直接做題目 看課文一定不夠 所以還要其他的教材 OK 而且你要去多閱讀 多寫題目 書背單字 那順便看的時候 單字裡面有系統文化 所以高中跟國中 完全兩個層次 這個是 破加一段 OK 所以我這邊解釋 是不是破加一段 對 我們把它貼下來 這個可以用貼的 貼在你的筆記上面 來 好 剛才講說for the rest of the year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你這樣的解釋 是什麼for加一段 OK 一段時間嘛 一段時間啊 剩餘的部分也是一段時間 OK OK 好囉 好 破加一段 OK 所以這邊RES是剩下的部分 所以是為 考你 我要考你哪個字 考你介系詞 OK 所以 對一個剩下的部分 我很確定 B加形形容詞 是不是加名詞 對 OK 名詞指句 又來一次名詞指句 每一個人 正在討論有關於我好笑 好笑是不是有點嘲笑的 青春到每一天 嗯 OK Everyday在這邊是名詞還是副詞 名詞 名詞要合在一起 哦 是 所以你現在已經高中 已經 也有學校在考這個啊 哦 也有學校在考這個啊 我們不知道他要考什麼 他是答案 答案選項 Everyday是名詞 哦 分開 Everyday是副詞 欸 有的學校就喜歡考這個 哦 所以我現在問你 他是名詞還是副詞 他是分開的嗎 嗯 所以這個一定是放在最尾吧 我有沒有跟你講過 時間跟地方 時間跟 時間不是放最前或最後 有沒有跟你講過 有 有 你看這邊時間不是放最後嗎 OK 嗯 嗯 所以呢 我很確定每一個人正在討論有關於我好笑的青春到每一天 你是不是副詞 嗯 哦 那時間的同位有沒有跟你講過 會 有沒有講過 有 你看這邊又不夠 來我們沒關係 我們把它往前移 好 會 會 是不是同位 有沒有講過時間對時間同位 有沒有講過 有 所以我考你哪個字 會 有沒有看到同位 於 每一天 當我不在 不在附近的時候 他們都在討論我 就是背後的 你看看這個人是不是在他背後 他不在的時候 是不是在背後討論他 OK 所以我剛才講同位是什麼 時間後面用什麼 蛤 蛤 是不是用會 聽你懂嗎 時間後面用什麼 會 地方用會了 理由用壞 所以時間是不是用會 對 同位 我記得以前有跟你講過 地方用會了 理由用壞 對不對 啊 地方用會了 理由用壞 基本上是這三個 旅遊就是reason 對不對 理由就是壞 OK 啊 如果 地方呢 就是會了 對不對 好 現在又在呼吸這個東西 也是這一刻的重點 這個重點就在講這個 好 地點是不是會了 對 會了等於是 銀火一紅火一 黑火一都有可能 OK 好 所以我今天看到時間 就用會 地點就用會了 理由就是用壞 那你現在看 那現在是不是每一天 對 每一天是不是時間 嗯 所以他用的是會 同位於 我當我不在附近的時候 好 這一段講完了 Fortune很不幸呢 這一天呢 不是 這一天 幸運的這一天進展得很好 然後呢 奇蹟的 Miraculously 好 念一次 Miraculously 呃 重音 再RA Miraculously Miraculous 很 很奇蹟的 沒有人講有關於我的青春痘的任何東西 但是 剩下的這一段時間 我確定每一個人 每一天都會講我好笑的青春痘 每一天 每一天 當我 不在附近的時候 好 這樣你聽得懂嗎 嗯 看一次 幸運的是什麼詞 副詞 這一天 When will will是什麼詞 副詞 這一天 進展得很好 然後 奇蹟的 Miraculous 沒有人說有關於我的青春痘 但是呢 4是一段 剩下的這一點部分 我是很確信的 注意這個劇情 修了加名字 詞句齁 我很確定每一樣東西 每一個人都在談論我 每天是不是分開的 對 當我不在附近的時候 好 我現在放給你看 你按這個 有沒有看到 好 按下去 有沒有 好 現在放 換這個 OK 有聽到嗎 有 好 我現在 你不要看 你看完了之後 你不要 你不要看螢幕 你要憑空想像它的字 好不好 再放一次 好 好 好 現在已經講五段了喔 是不是還剩下兩段 對不對 所以我一次就可以講 可是講完 這個 理考試還很 還 還 沒有那麼簡單 好 on the first day on是不是加日 對 十一年級喔 十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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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年級是幾年級 十一年級 國二 國二啦 沒有吧 高二 高二 高二對不對 七八九對不對 嗯 你現在不是十年級嗎 嗯 對不對 十一年級是不是高二 對 是不是只用按 在十一年級 高二第一天 我猜 他現在 表示他現在是不是高二 還是高二以上 高二以上 因為他用的是過去式嘛 因為他用的是過去式嘛 我猜 是不是名詞指句 對 沒有一個人 記住我的就 none anymore none anymore就是不在 知道嗎 片語 嗯 OK 片語 現在有個片語喔 any more是換在句尾 OK 所以我們說不在 你有兩種講話 第一個用no more no就是none anymore no more OK 就不在 齁 然後呢 not anymore 放在句尾 就不在 OK 嗯 嗯 那我今天就寄給你一些題目好不好 嗯 今天寄 你把課文看完之後 先寫一下題目 OK 齁 可以可以寫 因為這個 很簡單 沒有什麼好 不一點都不難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課本齁 就講一下 不用講太久 因為課本 有比課本更重要的東西 none anymore就是不在 但是課本是最基礎的 OK 齁 不在 齁 所以呢 我不在怎麼樣 我不 我猜 是不是名詞指句過過 是不是緊接在後 同時發生 還是 兩個時間點差不多對不對 嗯 可以實差跟沒有人記得 這兩個時間點是不是差不多 對 齁 在我 十一年級 就是高二的第一天 我猜沒有人在記得我的 齁 是不是他已經 已經 第一天跟高二是不是差很多 對 你第一天以為大家都在意他的青春動 經過一年之後發現 根本沒有人在意 對不對 嗯 是不是他多疑了 對 對不對 你今天那麼多人 誰會注意你的青春動 到高二之後他才知道 其實沒有人注意他的青春動 OK 好 And the state 是不是又贏左 過去式對過去式 對不對 我對我的最好朋友說 對不對 好下面有沒有上癮下癮 有沒有看到 有 I'm Glade 又來個名詞詞句 所以這邊是不是叫做很多形容詞加名詞詞句 嗯 OK 我很高興那件事情 I'm off off是不是離開 對 off是離開 離開 離開是不是走開的意思 嗯 to to t是不是到 有沒有跟你講much加比較集 有沒有much是不是加比較集 a lot 對不對 上次講整套的對不對 整套的這邊就有個文化 比較集可以加much 我是不是有講過 現在高中的東西就是要整套記 什麼加比較集 是不是much加比較集 嗯 還有even加比較集 整套記哦 much 還有什麼 even 對不對 還有一個叫far 對不對 還有一個叫alot 對不對 遠遠的 alot 再來呢 一些些 alittle 對不對 你寫little也沒關係 就少一點 對不對 還有一個是什麼 alittle bit 更少了 加什麼集 比較集 加比較集 所以好很多 甚至比較好 遠遠的比較好 多多的比較好 有一些些比較好 一點點比較好 OK 好 所以呢 比較集齁 我等一下就拿給你做一些題目好了齁 做一些選擇題或是文化的齁 所以much even far alot alot alittle 都要加比較集 這個就是系統齁 OK 國中 這是高中的東西齁齁齁 好 你看看它是不是加比較集 對 所以呢 我是 離開到一個好很多的開始 今年 OK 嗯 所以今年是不是 已經離開一年級的那樣子了 多走善感 現在是不是比較好了 比較不會多走善感 對不對 嗯 那 I don't understand she replied she是代替誰 呃...她同學 前面有先行詞嗎 沒有 有啊 best friend的啊 對啊 best friend 有沒有看到best friend 有 所以我問你 she是代替誰 best friend 所以你今天以後會不會寫閱讀測驗 會 欸我們有一個教材叫做閱讀測驗 液測驗 你再讀下去 你就會發現它的原理都是一樣 什麼 你如果代名詞 代替先行詞 還要一直搞不清楚的話 你到時候就會迷路 OK 好啊 所以我會培養你這樣的能力 齁 好 reply是回答知道嗎 知道 她回答 齁 她回答 代名詞一定要放前面 注意喔代名詞不要到齁 名詞放前後 代名詞一定要放前面 她回答 名詞放前後 但是代名詞一定要放前面齁 我很高興 我現在離開到比較好的開始 今年然後 我不瞭解 她的朋友不瞭解 什麼事情 你怎麼會 怎麼會從青春痘變成多愁喪感 現在變得不多愁喪感了 瞭解嗎 瞭解 現在是不是只差一段 對 對不對 所以我說很快嘛 G7段是不是交完了 就這樣 好 最後一段來 I pause pause是不是暫停 是停 停有永久停跟暫停 這是暫停 OK I pause and stay 然後說是不是緊接在後 好 I don't 為什麼是I don't 前面是不是了解 對 前面是不是了解 你前面是I don't 是不是I don't understand 嗶嗶出生一般弄都或했습니다 有解 了解嗎 了解 你看看前面是不是 前面是什麼 第六段 ㄟ 好像少講一段喔 沒有 1、2 第六段 第七段還沒講啊 第七段 第七段 這裡忘了講 第七段對不對 oh I pause 上一段還沒有講 沒有 剛剛為什麼兩個第六段 這裡是第六段還沒講完 OK 第六段是不是還沒講完 喔 第六段是後半段 I point 是不是指著 是不是又有銀爪 對 Yer 是喊叫 知道嗎 我指著我的鼻子 Ed 是不是小地方 小地方承認一下 鼻子是不是比承認還大 比承認還小 嗯 比承認還小 那當然 那麼小的一個地方 用at 我指著我的鼻子 然後吼叫 Yer 是不是喊叫 喊叫還是尖叫 喊叫 喊叫跟尖叫不一樣 啊啊啊啊啊啊 這是喊叫 啊啊啊啊啊 尖叫 OK 有差喔 這是喊叫 Scream 是尖叫 OK 英文是分得比較清楚 Scream 是尖叫 是喊叫 然後 Didn't you talk about my huge state on my first day of school last year 齁 他是說 我指著我的大鼻子 喊叫 喊叫說 你們齁 你是不是你們 對不對 你們是誰 是不是朋友 對 這是他的朋友 跟同學對不對 你們 喔是不是全部 喔是不是父子 是 你們全部 談論我 聚教的青春奏 在第一天 學校 上學 這是上學還是學校 上學 這是時間 這是時間 還是地方 地方 跟你講 地方 都要加LS 這是時間 還是地方 時間 時間 我已經講過了 時間 永遠不會加LS 我也是 在學校的第一天的時間 所以這是時間 學校時間的第一天 去年 對不對 是不是 他現在是不是懷疑 嗯 懷疑是你們 沒有討論我的巨大的青春痘嗎 他說 沒有啊 但是你必定 但是你必定 沒有 是不是必須還是必定 必定 你必定記住我的 Disgusting 是不是令人 令人噁心的 橘襯衫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 每一個人 都有擔心的事情 都互相懷疑 第一個 以他來講 是我擔心你懷疑 我的青春痘 那 他回答說 他 你們記住我的 噁心的 橘襯衫 所以 擔心的事情 是不是不一樣 對 他的朋友 擔心的是 你們會不會看我的 噁心的 橘子 色的 那個 襯衫 對不對 嗯 啊 我的作者是擔心 你們會 我的什麼 Zit 青春痘 對不對 是不是兩個擔心 互相懷疑 對不對 嗯 結果他們都沒懷疑 OK 了解嗎 第六段 這樣會不會 可以 Point S 片語 Point S要什麼 指著 用介器詞用at Ear是吼叫 OK 不是尖叫 Scream是尖叫 S-C-R-E-A-M 然後呢 我 你還 Og是不是全部 Og Og是什麼詞 Og 你們全部都 談論有關於 我的巨大的青春痘 在 上學 這不是學校 上學期間的第一天 OK 他說 但沒有 你們必定 是必須還是必定 必定 必定 是不是比較推測 對 OK 好 你們必定 記住我的這個 噁心的disgusting 是噁心的 知道嗎 噢 噁心的 橘襯衫 好 是剩下一段 而已喔 對不對 是不是剩下一段 對 我教完了 你看快不快 好 我停下來 然後說 No I don't I don't 為什麼I don't 它不是remember嗎 後面省掉什麼字 後面是不是代表前面的動詞 對 有沒有跟你講過 嗶嗶住住一般動 有 所以這個I don't是什麼 前面哪一個是動詞 remember 對不對 噢 remember是不是一般動 是 所以I don't 是I don't什麼 remember 對啊 我沒有記住耶 我記不得了 意思是說 我沒記得 我也沒記得 OK 嗯哼 然後我realize 是不是了解 大部分的人 只關心他們的 自己的問題 on 是不是自己的 對 然後沒有時間 先去思考別人的 還是別人的問題 這裡是別人還是別人的問題 別人的問題 別人的問題 所以有沒有講過所有革代名詞 有 好我先講一下阿樂 來 阿樂是不是其他的 對 好 現在交字片 阿樂是不是其他的 是 好阿樂也可以當做其他的人 對不對 嗯 好 那 阿樂是另一個人 對不對 這個一定要加了 另外一個人 對不對 OK 好 那阿樂的話 是不是一定要加S 其他的 對不對 阿樂是不是其他的事物 李阿樂是最後一個 對不對 嗯 那李阿樂是不是最後一個 的 OK 嗯 嗯 阿李阿樂是最後一堆的 對不對 是不是最後一堆的 對 S 對不對 好 就這樣 那阿樂是不是其他人 嗯 阿樂是不是其他人 是 那阿樂是其他人的 事物對不對 事物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是不是其他的 OK 對 喔 第二個咧 是不是其他的人或事物對不對 嗯 嗯 他加一個S嗎 OK 第三個 是不是 最後一個人 對不對 是不是最後一個 喔 是不是另一個 最後一個 OK 另一個 是不是最後一個 對 這個會考課肉子喔 好 看下一個 這個是 另一個 的 對不對 嗯 嗯 另一個 加一個的 對不對 嗯 另一個 的 或是另一個的事物對不對 是不是所有的 或形容詞對不對 對 另一個的 阿也可以是的事物嘛 對不對 嗯 另一個的 是形容詞 阿加一個的事物也可以 OK喔 好 往下看 阿這個呢 是不是 其他 人的 或其他人的事物 OK 嗯 對不對 其他 其他 人 其他 人 對不對 其他的人 其他事物 再加一個 的 對不對 是不是加一個的 嗯 是其他人的 或是其他事物的 OK 他加一個的 OK 阿勒是不是其他的人 或事物 對 前面已經講過啦 OK 那阿勒死 是什麼 是不是 他人 太多了 是不是沒辦法 他人的 或是他人的事物 對不對 知道嗎 做個代名字 好 我再講一次喔 來 我們 課文教完了 喔 給你講 課文就一點點而已 來 我再講一次 阿勒是不是其他的 但是他是 戶數 他沒有限定喔 其他的國家 OK 阿勒死 是不是變名詞了 OK 所以 基本上 跟第一個是一模一樣 OK 李阿勒是不是最後一個 另外一個 對不對 嗯 李阿勒是不是另一個 加一個的 OK 他也可以是所有的 代名詞 形容詞跟代名詞都可以 OK 形容詞是的喔 阿 加一個s有沒有寵物 加一個s有寵物 就變成所有的代名詞 另一個人的事物 OK 好 李阿勒是不是其他人 對不對 其他人 阿加一個鬥號 s是不是有寵物 就其他的人 或事物的 OK OK 可以 好 阿如果是阿勒是不是其他人 這個是不是其他人 或其他事物 對 再加一個s不是都的嗎 OK 好 你先來看好 這裡阿勒是什麼意思 其他人 還是其他人的事物 其他人 蛤 其他人的事物 所以它是所有的代名詞喔 有 OK 好 我們都錄好了 來 齁 把它存起來齁 那我存在這邊,我用的是 用的是什麼?用Edit喔 用E版的,E版就是編輯好的,OK? 你看到那個E才是編輯好的,OK? 那這個課文就直接 我們七段講完 七段講完,然後再來就是有一些句型嘛,對不對? 好,剛才是不是perfect,來念一次perfect 完美的,perfect 那個名詞,perfect是動詞,perfection是完美,OK? 然後perfect是不是形容詞? 好,你看看這邊是不是有些單字,對不對? 單字的話,你有空也可以記一記啊 OK,outfit就是穿在外面的那些擺設 這個擺設呢,是一個完美的歷史,八十年代的嘻哈文化 有沒有看到he hop? he hop是屁股,屁股跳,就是嘻哈 你看看,嘻哈的人是不是跳來跳去? 那我問你跳來跳去是不是用屁股跳 所以he hop就是屁股,他不是跳嗎? 這個叫做嘻哈啦,跳屁股的流行 那所以你現在看,他單字裡面是不是帶有單字? 對不對?啊你有空,你把這邊背單字的時候,你也順便背一下單字 叫單字裡面的單字,瞭解嗎? 瞭解 我給你講,我現在只是把課文教完,但是你這種東西你也可以 就是看到單字,reflection是不是反射或反省? OK,有趣的狗呢開始,bug是不是叫? 狂野的叫,add是不是小地方? 對他自己的反應,在這個鏡中的反應,OK? 好,reflection是反射或反省 這個就沒有音了喔,來 然後你再看,這個是reflection是不是反射反應? OK 好 好,這邊upset是不是pp? OK Deepity是深深,知道嗎? 知道 深深的有關於這個游泳 阿尼克文,克文有這個例句,這邊是不是有例句,你看看這個是不是按得出來? 我看一下按得出來,我看按得出來,按不出來,不確定 欸,可以喔,可以喔,可以,你看,你看是不是按出來了? 對 欸,應該是按哪裡啊? 我沒有聽到聲音耶 欸,應該是按,我不知道按哪裡,為什麼這邊就按不出來? 嗯,有些按不出來,有些按得出來,OK? 嗯 Upset,然後 然後 這邊有它的例句,那我們就 基本上,rooing是不是毀壞? 好,fall into rooing,這邊是不是名詞? OK,rooing是動詞也是名詞喔,所以它有兩個詞性,一個是動詞也是名詞,OK? 那基本上我們第一課就這樣教完了 喔 第一個教完,那這樣題目喔,一定不夠嘛,那我 好,這個是叫死尷尬,embarrass 有沒有看到?embarrass 死尷尬齁 我看一下,這邊應該還有句型啦 等一下喔 realize了解齁 這邊,它有一些單字跟它無關的喔 就是說它裡面,例句裡面有一些單字啦 那課文 好,現在看,有沒有看到句型? 有沒有 好 看一下句型,它這邊是要講什麼 好,有沒有看到,極物動詞加名字字句 有沒有看到? 有 I think no,是不是極物動詞 是 那Source可以省略掉,知道嗎? 是喔 我認為喔,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真的要很外向 Alcoholicin是外向,OK? Alcoholicin是外向,很友善 Alcoholicin是什麼外向? 你可以有空就趕快記,OK? 有空就趕快記 課本 不夠不夠不夠 外向,OK? 所以你有時候被 有時候你會看文章的時候就順便被單字,了解嗎? 好,我跟你哥哥也是一樣,就是看到單字,做題目順便幾番字 好,這個叫名字字字句,是不是可以省略掉? 好,所以第一個句型是不是很簡單? OK 可以 好,加一個AND,是不是右影左 好,第一個LET可以省略掉,第一個LET不可以省,第二個LET可以省,有沒有看到這個句型? 第一個LET可不可以省? 不行 可以省 喔,可以 第二個LET可不可以省? 不行 不能省 為什麼不能省? 因為你省的話,它就不是名字字句,人家以為省跟愛 你這個是不是LET對LET? 對 第一個LET是不是名字字句? 是 第二個LET也是什麼? 也是名字字句,對不對? 對 如果你把LET省略掉,是不是變成主詞加動詞? 變成愛跟他 對不對 如果你把LET省略掉 現在是不是變成 愛跟他 對 所以第二個LET可不可以省? 不能 注意喔,我這邊講第一名字字句對名字字字句,這是一個句型喔,我現在已經講句型了喔 就是說LET AND RED,第一個LET可不可以省? 可以 可以 好,我幫你改好了 第一個LET可以省,OK 對不對 然後是不是再加一個AND 對不對 對 是不是再加一個AND 第二個LET可不可以省? 不能 現在又是一個句型喔 OK,第二個LET不可以省 OK 第二個LET不可以省,了解嗎? 了解 第二個LET不要省喔 OK 這個LET不能省喔 好,這是第二個句型 好,第三個句型 什麼還是LET 這是不是形容詞加名詞? 這是不是形容詞加名詞? 這是第一個是不是形容詞加名詞?有沒有 喔 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形容詞加名詞字句? 對 第二個是不是名詞字句,LET可以省略掉 嗯 好,第三個是不是雙受詞? 提醒我那件事,是不是那個雙受詞,知道嗎? 是嗎? 好,第一個是不是形容詞加名詞? GLET是不是形容詞? 會不會 啊 啊,這個東西也不能急啦 可能要下次 應該算腳碗啦 B動詞是不是可以加形容詞? 是 然後那個LET的SV OK 好,啊形容詞有哪些? 自己抓抓看 SHUE是不是形容詞? 是 GLET是不是形容詞? 是 對不對 AFRAID是不是形容詞? 是 這些都一樣 形容詞加名詞、詞句 OK 所以剛才講的是第一個是這個 第二個就是 極物動詞是不是加LET 對不對 極物動詞是不是加LET OK 第一個LET可以省略掉嗎 第二個LET不可以省 OK 注意喔,這是一個文化喔 OK 因為省略掉我就不知道它是名詞詞句 對不對 所以第二個LET不可以省 了解嗎 可以 第一個LET可以省 第一個LET可以省 喔,這是這一個的重點喔 從題目就可以看得出來 第二個LET不可以省 所以第二個LET他不可以省 OK OK 嗯 第二個LET不可以我把他抓過來好了 第二個LET不可以省喔 OK 對不對 第二個LET不可以省嘛 對不對 那 基本上我們應該可以做題目 只是说这边他还有继续讲其他的东西 来 好 这边 make sure that sure是不是形容词 OK I'm sure是不是形容词 对 I guess that是不是VT.SV 是不是Gil don'ts.SV 知道这差别吗 知不知 sure是不是形容词 对 后面加什么词句 明示词句 好 sure是不是形容词 后面加什么词句 名字 Gase是极物动词 后面加什么词句 名字 所以你这边 第一个是不是VT 对 这一个是不是形容词 第一个是形容词 OK 是不是还是在讲那个 这个是不是形容词 是 提醒我是不是双受词 提醒我间接直接 名字词句 OK OK 现在还在讲第一个 来 第二 好 看来 再来 再来 Believe 是不是极物动词 极物动词 名字字记当受词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省略掉 嗯 知道吗 可以 名字字记当受词 以前有跟你讲过嘛 你看他这边都把它 你课本没有讲很仔细 可是你的句型 可以讲得很仔细 OK 嗯 好 再来看下一个 累的前面不能加痘戒 知道吗 知道 Worry about 要不要拿掉 要 要 要 这句子一定要拿 有没有跟你讲过 有 不行耶 累的前面不能加痘戒 你不能加耳报 你有背过耳报 可是累的前面不能加痘戒 一定要拿掉 这个必须 你说of 本来是不是有个of 对 但是呢 累的前面不能加痘戒 OK 又来一个句型了 OK 又变成形容词加名词的原因 在这边 OK 好 再来 这个 呃 angry 是不是形容词 不是 行容词不是加名词吗 嗯 OK 好 你可以想神是at at 要神这一条 事情嘛 是地方 很生气在这个 累的前面的戒戒 这些售 lease就要拿掉 OK 可以 好 再来 哎呦 怎么都还在讲这个 这个是不是 是不是名词持记 累的可以省略掉 嗯哼 OK 逢利的爆 刚才那个累的前面 爆是不是累的 拿掉了 这些累的前面不能加痘戒 这些售 lease可以省略 知道吗 知道 所以现在 인97有点快 我觉得不能再快 已经8点了 那 那,沒關係,還有一些些沒有講,不過應該沒有影響 應該沒有,我下次很快就把,因為我不可能一次 在一個半小時,課文都講完,以後有空上兩個小時 做題目的時候,我再跟你講好不好 好,那今天我們就上一個半小時 那我會,這後面還有一些題目 OK,現在講的是句型 基本上,我們第一課教完了 我把這個寄給你,注意你也要注意一下聽,對不對 有些單字,對不對 這個單字可以放來聽,對不對,你知道嗎 知道 你剛剛有按過,那我把這個寄給你,回去試著聽聽看 那今天就上到這邊 下個禮拜繼續上,然後我會 在下個禮拜之前,我會寄一些題組給你 OK,寄一些題組給你,你寫寫看好了,寫錯沒有關係,好不好 可以,題目很多,但是看你能寫多少,至少選擇題寫一寫 OK,那你如果是課文,這個課文倒很簡單 但是我們小考會考課文,可是你的比較大的考試 就沒有再考課文了,課文只是參考而已,OK 那今天就上到這邊 好,那我等一下寄給你 OK,有錄影 OK,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